台湾蓝雀的分布范围相当的广泛 在台湾中低海拔山区的真阔叶林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 甚至人类聚落附近的开墾地 也常可发现他们的踪迹 他们栖息的环境经常和人类十分的接近 台湾蓝雀因为体型大又四彩艳丽 所以常吸引大家的注意 在野生动物保育法尚未实施前 便因此常被大量捕捉、饲养或制成标本 加上山坡地过度开发及农药的滥用之下 使得他们的数量曾一度锐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